- 欸那我看到你先說到好多你的這邊是草原 - 對對對 - 要稍微介紹一下你為什麼是帶草原來的 - 其實我這次都是帶戰利品啦 - 先來介紹一下這頂帽子好了 - 就是這頂帽子呢 - 為什麼我會買呢 - 因為上面有很多湯圓 - 很可愛 - 因為我覺得一般的草帽真的很無趣 - 當我看到 - 因為其實那時候有兩個帽子在選 - 一個是大顆的湯圓 - 一個是小顆的 - 但其實我很少看到小顆的 - 但是它居然 - 這一頂帽子… - 沒什麼名字 - 這一頂帽子呢 - 因為這頂帽子還有它是湯圓的本身 - 所以我覺得搭配呢 - 如果是我 我就會搭配一個醬子 - 今年也非常流行這樣子 - 就是流行就是一件小背心外穿 - 加上一個襯衫 - 但其實現在襯衫其實也真的滿保值的 - 但是我選擇了一個這樣子的襯衫 - 就是五嶺的 但是它就是可以 因為它旁邊也是 就是開叉 所以你就直接 其實我只要把這套衣服 就是配上這個牛仔褲 搭上這個帽子 可能換上皮鎖就是一套衣服 就是它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在這邊有一圈很特別的裝飾 其實我穿衣服比較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不喜歡衣服穿得太乖 就是這樣的衣服 大家不會去想到配到這樣的帽子 應該就會想說就是配一點 很單純的草帽配上黑鞭 但是這個湯圓我就覺得 它就是一個凸顯這一整套衣服 就不會覺得 就會這樣會變得比較特別 然後再來呢 這個就是要介紹 這是一個台灣的 就是新的 他們設計的一個就是外套 我覺得它非常可愛 就是也是棒球外套 然後上面呢有什麼小蝦啊 小蛇 對它是一個我看到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因為它還有小蛇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像衝的東西 但是它有人魚的引發 其實我今天如果要穿這件衣服的話 我直接就把我 不行 棒球外套有嗎 等一下 這樣 我要說我這棒球外套很特別 就是上面還有一個小蝦 就是他們這個牌子的小細節 我其實穿衣服蠻規模的 就是我都會 就是我一定要買衣服 我一定要 就是會想辦法怎樣配 好像這個就可以 就是這樣就是變成 就是變成 因為我覺得山上就是要一個簡單 一個重要的東西 這才會突顯出這個衣服的特色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一個非常簡單 然後就下面就是很純的白色藍色 然後配上一個有圖案 這樣就是一套衣服 然後再來我覺得夏天呢 白色的裙子也是非常重要的 對 但是所以就是上面要配讓自己比較 其實白色的裙子很挑人穿 但是穿起來如果穿得好看就會非常的 夏天 而且這個白色的裙子 它不會就是單純的擺 它上面還有一些柱 就是一些塗鴉 我覺得塗鴉好像今年滿流行 我覺得這樣子 所以穿白色的裙子一定要穿厚底鞋 或是有根的根型 可以幫助你的身材或是拉高 想知道更多關於女生的小秘密嗎 請到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美拍 就可以知道很多女生的小秘密喔 還要記得去加入科夢波丹的粉絲專頁 快去快去